欢迎回到城光第一线 年底学校假期到了 侍奉更多的国家的防疫措施松绑 带动了国人举家出国旅游的性质 热门的目的地 比如说欧洲 日本 还有韩国 都开始进入冬季了 抵抗力比较弱的人 很容易就患上感冒 旅途中生病的话 不但造成不变 也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健康问题 今天的养生时善 专家将提供一些保健的方法 让您在旅途当中也能够保持健康 根据中医理论 有种冬天常见的感冒类型 称为含苞火 既有表含现象如怕冷 咳嗽 鼻塞 也有里热现象如口渴 咽喉痛 咳嗽少痰 有些人还可能有发烧 头痛 全身关节肌肉酸痛等症状 中医认为含苞火的主要形成原因 是肠胃积热 有一些人因为睡眠不足 或者是经常饮食辛辣 燥热的食品 造成体内有热气 一旦遇到天气转凉 感受风寒 外寒就会困住内热 形成含苞火 我们建议出发前 尽量少吃一些煎炸油腻的食品 均衡饮食 多饮水 少熬夜 有一些家长会在出国前 带小朋友前来找中医师调理身体 其实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孩 调理的重点是一样的 那就是先清除体内的热气 然后再补气 以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 也就是提高免疫力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 羊生虚清蒸鱼 羊生虚是西洋生的根部 作用主要是清热生精 同时还可以补气 羊生虚搭配清蒸鱼 清补不上火 适合体质偏燥热的人食用 羊生虚和枸杞洗净泡水后 加入鸡精竹滚 加一点生抽调味 把鱼的背部切开 加入姜片和葱段入蒸锅 蒸熟后倒掉多余的汁水 最后淋上鸡精 铺上青葱和灯笼胶丝就完成 冬季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期 所以专家们都强调出发前 应该先提升身体的防御能力 我们平日就应该补充维他命C 来抗氧化 抗发炎 强化免疫力来预防感冒 无论是出发前或是旅途中 建议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或者每天来一颗 维他命C的发泡定也可以 当然你还可以在日常的饮用水当中 加入柠檬 让平淡的白开水变得清爽可口 又可以补充维他命C 中医师建议可以自备简便的药包 例如桂花薄荷枸杞茶 旅行的时候每天饮用 预防含苞火的感冒 桂花有结表的作用 桂花有结表的作用 润肺 止咳化痰的作用强 还可以帮助暖胃 配合破合可以舒缓情绪 对结表排毒也有帮助 可以适当的加入一点枸杞籽 摄取当中的营养物质 提高免疫力 旅途中一旦出现感冒的症状 可以按照指示服用银翘伞 性疏伞或相振气等 如果是小朋友生病了 不愿意服药的话 也可以使用小儿推拿的手法来缓解 如果出现了头痛 鼻塞 流涕等症状 可以选太阳穴或者是风磁穴 推拿的力道要均匀 柔和 一般每个穴位我们推100到300下 中医师说 如果孩子有咳嗽 可以通过捏脊疗法 促进气血运行 帮助排檀 让睡眠安稳 旅游期间通常比较难控制饮食 三餐之外有点心 零食 也可能会尝试平常少吃的食物 这可能会造成暴饮暴食或肠胃不适 平常有腹泻或者是便秘的朋友 情况可能会更明显 出发前应该养好肠胃 多吃富含益生源的食物 例如味噌 酸奶或豆浆 或是一些高鲜食物 包括了黄豆或南瓜 马上来做漂亮又可口的龙珠果酸奶甜品 龙珠果去皮切成小块压碎成汁 一部分装入甜品杯中 另一部分和原味酸奶 蜂蜜混合搅拌成粉红色 再倒入甜品杯 最后加入龙珠果丁 蓝莓 饼干碎和薄荷叶 旅途中如果出现消化不良 腹脂脏 便秘 或者是腹泻等情况 除了腹药以外 还可以使用腹部按摩来缓解 按摩的时候 用手掌绕着肚脐转圈 一般揉100到300次 力道均匀揉合 吃太多腹部脏痛 大便或呕吐物气味重 打饱格 口臭等属于食症 食症可以使用顺时针的按摩手法来缓解 如果腹脏的同时 还伴有大便不成型 食欲差 吃生冷食物后症状加重者 则多为虚症 虚症可以使用逆时针的按摩手法来缓解 食物中毒造成的腹泻 一般会在48个小时内改善 不需要药物治疗 建议在发病期间 减少进食让肠胃休息 记得要多喝水 以防脱水 或者可以吃一些清淡的流质食物 包括豆奶或者是粥水 现在我们做一道姜葱鸡丁炒虫草花 怕冷的人一般体质偏寒 可以多吃一些温补的食物 生姜是中医常用的解表散寒药 生姜和鸡肉都是温性的食物 虫草花能够补肺气 我们这样搭配能够温补去寒 加强抵抗力 把五股鸡腿肉去皮切块 用生抽 花雕酒 蚝油 胡椒粉 生粉和麻油腌制半小时 把姜葱炒香后捞出 再加姜蒜和鸡肉下锅炒到成金黄色 假花雕酒和虫草花 再翻炒 收汁 最后用葱叶点缀 冠冰疫情还没消失 冬季也是流感的高发季节 在旅途当中 大家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人都的地方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更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过度劳累 以防免疫力下降 让病毒有机可乘 预防剩余治疗 有好的抵抗力就不容易生病 但是想要提高免疫力 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事情 它需要长时间的调理 除了摄取足够的营养之外 还需要培养良好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